哈喽我是Tian 我们今天呢也是做这个手机开箱的这个直播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主题就是这个 realme 7 realme 7的话这个是realme新发布的这一款手机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台手机的那个配置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主要卖点 主要卖点的话就是这个herio联发科G95 这个是全球首发啦 因为现在在之前的话是最高是去到G90罢了 这个的话是去到这个G95 所以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 而且是比较高配置的那个处理器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快充充电的话 这个是可以去到30瓦的快充 然后如果是50%的话 只需要26个分钟就是50% 26分钟罢了 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荧幕的话也是用这个90Hz的这个刷新 然后它的荧幕是Full HD Plus的 然后的电池的话也是加大成5000 因为以之前的记录的话大概是4000多左右 现在的话它是加大成5000 然后CAMERA的话它也是用这个Sony的64 Mepixel的这个Sony的CAMERA Lens 然后它也是可以支持这个夜景模式 所以是在晚上的话它也是可以支持这个星空模式 OK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处理器 OK处理器的话是来到这个G95 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处理器 而且它是在还没有手机发布这一个处理器 而这个realme 7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款式 而且它是搭载了这个G95的这个处理器的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Processor的话 也是用这个Altaco的CPU咯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散热系统 OK散热系统的话它也是比之前的散热的话更加加强 因为它这个是用在G95嘛 所以来讲的话散热的程度比之前的版本来更高了 OK然后充电的话速度这个是30瓦的充电 所以充电的速度也比之前的再提升 因为之前很多手机都是18瓦的嘛 所以这个的话是去到30瓦来讲 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一个充电速度 然后电池的话也是加大成这个5000的电量 OK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Sony的这个64Mp的这个主镜头 OK然后它也是支持这个119度的这个Wide Angle 这个是广角镜 然后也是支持这个Sony主镜头64Mp 然后再加上2Mp的这个MacroLens 再加上2Mp的景深镜头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在这个相机的Lens也是加大了的 所以在拍一张夜景啊或者是拍风景的话 它的有很大的这个提升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也是加强了这个星空模式 所以在晚上如果你要拍星星啊拍星空的话 你都可以打开那个星空模式 等下我们会测试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星空模式的功能了 OK然后在夜景方面的话它也是增加了很多那个模式给大家去更换 所以在夜景方面的算法也是足以一个提升了啦 然后在这个防抖方面的话它也是有加强了的 就看到左边呢就是还没有开到那个防抖的 所以是右边的话已经是开了防抖 所以在防抖上面呢它也是就是跟之前的话也是有提升它的那个算法 所以在防抖方面也是有加强了的 OK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它的萤幕 萤幕刷新的话这个是走到90Hz 所以90Hz的话这个是属于萤幕刷新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它的这个 颜色 颜色的话它是有蓝色跟这个白色 SIN卡的话它是有三个位置 你可以放两张SIN卡再加上一张memory卡 然后它的这个指纹的话是在旁边的 就是那个power button的指纹解锁 所以这个的话它的指纹也是有支持脸部跟旁边这个 这个指纹解锁的 OK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 OK配置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 HERIO G95 HERIO G95的话它在安兔兔的跑分其实是相当的高 因为它去到30万分左右 所以在分数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去到比较高 所以等下我们会有那个游戏测试 然后我们来真正测试一下看 这个G95的Processor到底是可以去到多少 等下我们测试了 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OK然后电池充电的话就是刚刚讲到 这5000的电池已经是加大了 再加上它有充电的话是30W的 所以充电的那个速度也比较快 然后萤幕的话是支持这个90Hz的这个刷新咯 然后它的这个resolution的话 是可以去到这个2400x1080FHD Plus 然后它的这个萤幕的话也是用这个Colin Corella Cluster 然后CAMERA的话就刚刚有讲到 就是64是主镜头 它是用这个MMS682的这个处理器 这个它的那个CAMERA Lens 再加上它有配搭了这个8MP的这个广角 再配搭了这个2MP的这个景深镜头 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前置镜头的话 是用这个Sony MMS 然后这个47E的这个 啊那个晶片 所以这个CAMERA的话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啦 然后RAM的话是8GB的RAM 再配搭了这个128GB的这个内存 然后它的UFX的话也是去到这个2.1 然后SYN卡的话是三个位置的 就两个SYN卡再加上一个Memory卡 所以SYN卡的话就是跟之前不一样啦 之前可能是两个位置 所以现在是三个位置也是加强 然后再加上这个WiFi WiFi的话是可以支持这个2.4GHz 跟5GHz的WiFi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外形 OK 重量的话这个是重量是在196.5g 所以以5000的电池来讲的话 196.5g的话算是比较轻的一个重量 因为像早前的话如果你看到5000电池 基本上都是在200个g以上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5000电池 但是Control在196.5g来讲是算是比较轻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支持这个Android系统 然后也是配搭了这个Realme UI的那个系统 OK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旁边 旁边的话就是有Realme 7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这个8GB RAM 再配128GB的内存 然后这一台是白色的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手机打开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OK 打开了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Welcome to Realme Family 然后有个Realme的字眼 然后我们把这个卡片打开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里面的话 它有这个软胶的这个软胶后套 OK 这个是原装有附送的软胶后套 然后就是透明的啦 透明的软胶后套 然后里面的话还是一样 有给这个SIM卡的这个SIM卡针 OK SIM卡针有给到 然后再加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Accessory OK SIE的话有看到就是它有给一个就是 就是原装30W的这个快充插头 OK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萤幕上面 就是给到原装来是直接30W的 OK 这个是原装的插头 然后再配搭了这个USB的这个TAP-C cable 这个TAP-C cable也是一样就是送给大家的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真机 OK 后面的话就是四颗CAMERA 它是直拍型的咯 四颗CAMERA 直拍型的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的话 就看到左下角就有一个realme咯 然后我们手上这个是白色的 所以在灯光下面反射的话 其实它的颜色就是很漂亮 它有点就是珍珠白这样的颜色 OK 珍珠白这样的颜色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底部 底部就是有这个3.5mm的这个耳机动口 还有这个TAP-C还有这个弹阳声器咯 它的speaker 然后旁边的话这个就是它的这个power button 跟这个指纹解锁 OK 指纹解锁跟power button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它有video button 跟这个开信卡的这个信卡角 OK 然后video button上跟下 video button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上方 OK 上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是power 所以可以看到旁边的边框来讲还是比较算是比较细边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到底下 OK 然后我们卡开上来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的荧幕 OK 荧幕的话它是用6.5寸的 然后它也是用这个打孔屏的 就是打孔屏的这个荧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就是它的边框也是属于比较 比较窄的啦 在旁边的那个边上面来讲的话是属于比较窄的 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设计 OK 主要的设计的话就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背部设计 跟它旁边的那个设计 OK 旁边的那个设计跟它的那个power的那个button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台 手机realme 7的这个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 OK 关于手机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realme 7 然后它这个的UI版本的话是就是 就是我全是1.0的 然后Android版本的话是Android 10的 然后它的这个处理器是8核 然后里面的RAM是8GB的RAM 然后机身的话是用到128GB的内存喔 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完了这个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显示以亮度 OK 显示以亮度的话 它在这边的话是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萤幕刷新率 萤幕刷新率的话是可以支持90Hz跟60Hz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它也是支持这个OIS 然后超轻视效 所以如果你打开这个的话 在你看萤幕的颜色啊 如果你看照片的那些的颜色都会变到比较就是漂亮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照片咯 照片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照片 然后这个是广角 OK 这个是广角 这个是它的主镜头照片 跟广角 这个是照片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是视频 OK 视频的话在上方的话它就有支持这个防抖 就是这个超级防抖 你可以要开起来也可以关掉 开起来的话你可以在下面开起这个MAX模式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设置 OK 设置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是有支持 其实后面的话是支持到4K 4K是支持到30帧啦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1080p的话是可以支持到60帧跟30帧 然后这个是720p的话也是一样可以支持到60帧跟30帧咯 OK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夜景模式 夜景模式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那个星星的那个logo OK 星星的logo就是属于就是拍星空 所以如果你又拍星空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来拍起星空 但是你需要用到脚架啦 用到脚架拍起来星空会比较漂亮 OK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完了就是后面的camera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 OK 前面的camera的话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是前面前面的话是用这个16MP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人像 OK 这个是人像模式 OK 然后我们现在看完了这个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是64MP 大家可以开起来这个 这个是Pro跟这个AI模式 大家可以在这边选择 然后旁边的话这边是有延时摄影 跟这个超级危机镜头 跟这个Google lens 然后还有这个慢动作跟专业 还有前景 就这台手机 OK 所以这个的话是属于这台realme 7 然后的夜景拍摄 所以这个夜景拍摄的话是可以就是 放这一个脚架 然后再拍摄for夜景 所以颜色方面的话都帮你调节啦 所以在灯光处理来讲也是算是很漂亮的 所以是for夜景 video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是属于1080 然后60帧的这个video record 然后这个是属于夜拍 所以夜景拍摄来讲的话 你当你打开这个夜景拍摄的话 他拍摄的video 然后的颜色会变到比较亮色 所以来讲的话在晚上 你看到比较清楚 这个是属于前面的camera 所以前面的camera的话也是可以 support 到这个1080 然后所以在这个camera 处理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们是在晚上拍摄嘛 所以晚上拍摄来讲的话 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来讲是已经很漂亮 大概在1000左右的手机来讲的话 OK这个的话是开启了这个防抖 所以防抖的话 开启的话也是可以去到这个1080 然后60帧 所以这个是已经开启了这个防抖了 OK我们现在测试的话 在我这一台手机 8个GB RAM 128GB内存 然后我测试了这个它的跑分 是可以去到29万分 4838个分 所以大概在1000左右的手机 可以跑到这个29万分来讲的话 是属于比较高的 因为主要是它的这个处理器嘛 因为刚刚有讲到它处理器是用这个G95 所以G95的处理器来讲的话 都是在于如果你在玩游戏方面的话 它的这个体验跟分数都会属于比较高的 OK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个游戏里面了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先按这个 等它Loading了之后 我们开启游戏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一台手机的话 是8个GB RAM配搭 再加上它的那个GPU会比较高 OK我们先开启这个画面设置先 画面设置的话 可以去到一格流畅 再去到超高咯 然后均衡也可以去到超高 高清的话可以去到高 然后HDR高清现在暂时还不开放啦 然后我们先把所有的功能都打开 然后我们按确定修改先 OK我们先进到这个画面设置了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画质都打开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OK我们现在开完画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我手上这台就是realme 7 OK所以我们在游戏走动的话来讲的话 它还是算是比较顺的 在这个画面上面还没有到会卡顿啦 如果是这样你要找就是大概是在1000左右的手机 大概如果你要找玩游戏那些的话 你都可以考虑这一台 因为主要是它的价位不高 因为它现在这个8GB 128GB内存的话它的卖价是1299 就是1299的卖价 OK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游戏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飞机上面 OK我们在这个飞机上面的话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画面 所以画面上来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到有卡顿的一个状况啦 然后我们现在先跳伞 我们往下跳下去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测试 OK我们现在在跳下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旁边的云层 OK旁边的云层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云层 不会有到那种四方的格子 因为像很多的那一种 Graphic卡如果是不够的话 可能在跳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的Processor的那个跑分不够 或者是它的处理器不够的话 就会出现那种格子格子卡顿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是有 不会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啦 OK我们现在先跳下去 然后我们先跳去一个路中间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车子 可以拿一个车子来测试一下 OK有一个包包 OK我们拿起包包 OK我们现在看到外面有一个枪 OK这边有一个枪 OK外面这边有人了 OK来我们把它打死 OK然后再把它的装备拿起来 先把子弹剪一下 OK我们先把这些快速弹架装上去 OK然后我们出来外面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有没有敌人 因为那个人的话是应该旁边会有队友吧 所以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先去别的地方先 OK好来我们讲回这一台手机的话 如果是讲大家大概是在近期的话 有看到蛮多的手机 在近期都有在发布嘛 所以如果是讲你可能要找一个 大概在一个千三块左右的手机 其实你可以考虑到这一台啊 因为主要的话是它的这个镜头也加强成64的Mp 然后再加上它的处理器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首发就是比较新的一个处理器 G系列它是用的是联发科MediaTek 因为早前很多人就是会觉得 MediaTek在玩游戏方面会不会 会发烫啊还是它的处理器会不会卡顿啊 然后它的处理器的performance可以不可以用啊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都会可能都会怀疑 但是如果是讲你们看到近期这个 MediaTek的这个联发科的这个处理器的表现的话 其实跟以往的处理器的表现差很多 因为以往的话它是P系列嘛 P系列的话它不是主打在玩游戏 所以当次讲如果你在玩游戏的话 你用这P系列的这个联发科的processor 你就可能会有发烫啊或者是卡顿啊 或者是已经超过它的这个负荷了 因为它的这个processor的关系 因为它们如果是P系列的话 是不适于针对在玩游戏 如果你是普通用 如果你是文书用啊 或者是你在普通工作上面用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用在玩游戏的话 P系列是不能给你来玩游戏的 因为它本身散热不够好 G系列的话你可以看到近期还有发布蛮多 就是有这个G80啊 然后这个G90啊 然后现在到现在这个最新的G95 所以在这些的话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安兔兔测试的跑分啊 那些分数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的分数到都到很高 而且经过我们这样多个款式的测试 因为现在有很多个品牌都在拿着这个G系列 就是联发科G系列的处理器 在用在他们的手机上面 所以我们目前开枪过这么多 如果是想用在G系列的这个处理器来讲的话 的表现都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价钱不会到很高 因为如果你可能要拿到 Snapdragon的Processor的话 可能价位就会到很高 如果你拿比较低的价位的话 可能它的效率也没有到这样好 像这一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价位也不高 可是它的分数已经接近要到30万分 所以30万分的概念来讲的话 属于算是比较高了 OK 我们现在有找到这个摩托车 所以我们先上这个摩托车 然后我们来高速移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在做摩托车的时候 最可以试得到就是它的这个Graphic 因为如果你的Graphic不够 或者是你的这个处理器的那个 呃 它的那个Performance不够的话 你可能在高速移动的话 你会出现那些卡顿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 现在驾着这个摩托车来讲的话 而且我是在高速移动的状况下 都不会有出现那种卡顿的这个状况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处理器来讲的话 在玩游戏方面的体验来讲的话 都算是很不错的 OK 所以我们看我们大家看到 诶 这边有一个人 OK 好 我们下去 来 我们把它先射一下 喂 没有子弹了 好 我们现在先换一下子弹 先躲一下它 OK 把它打死了 OK 好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装备剪一下 先打开上去 OK 我们先打开上去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物质 OK 我们进入这个物质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附近有没有其他人先 OK 好 我们就是自治愁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它旁边这边附近有没有 它的队友在这边 所以我们先把物质打开 所以我们先把物质打开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装备先剪一下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子弹 然后我们爬出去 先跳进这个物质里面先 然后我们先进去 剪一下装备 OK 好 我们从这边窗口跳出去 OK 好 我们就是往前走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们先进入 OK 上面这边 OK 好 可以看到目前CPU的话是用到26% 所以来讲它也不会到太过负担 因为如果是讲你的CPU的那个%用到太高的话 你就会比较卡顿 OK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也不会用到太高 而且在我手上的话 感觉也不会到过热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玩游戏方面的话 的体验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OK 前面有一个人 OK 好 我们先把它打死 OK 它已经打趴了 OK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进入物质看一下 它已经不在这边了 我们先看一下还没有在外面 因为它已经是趴掉了 所以应该是中远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它在哪里 OK 这边有枪 我们先进一下 因为它已经对我们没有威胁了 因为它已经被打到趴下去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先走出去看一下 看它最后是趴在哪里 OK 好 我们看到有一个青色的箱子 OK 它已经是趴在这个外面这边 所以我们把装备跟它剪一下 OK 我们剪一下的时候 我们继续再走过去这个屋子里面 OK 我们继续走过去这个屋子里面 先进入这个屋子里面 OK 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现其实是很不错 可以看到这边的手机 OK 如果是想要关注我们的朋友 都可以在这边点击订阅 OK 我们的频道主要的话就是有做开箱手机 然后有做开箱这个电子产品 然后有做开箱一些国外的手机 或者是马来西亚自己没有发布的手机 我们都会有做一些开箱 所以如果你对科技上面有兴趣 或者是你喜欢开箱手机的朋友 你都可以就是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 所以当我们有直播 或者是我们有新的影片的话 你都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是收到这个通知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